大家好 各位早晨 今集《Blade Runner 2049》 又或者是《Blade Runner》逐集 其實我本身不是《Blade Runner》系列的粉絲 從來都不是 我有看過幾次 可能兩三次 但我對於第一集的印象不是十分之深刻 我不覺得它是爛片 但自我成長以來 從來都不是一出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 所以當這次續集上畫的時候 我沒有打算去看 我沒有打算進戲院去看 雖然我喜歡Ryan Gosling 我喜歡Harrison Ford 我喜歡裡面那個美女女主角 雖然他之前做的那些 經常都是演藍戲 《夜叛女孝門》那些 但我覺得它是很漂亮的 但我沒有打算去看 但後來我發現他的導演原來不是Ritley Scott 是另外一個導演 那個Daniel Vernerf 這樣就不同了 Daniel Vernerf 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導演 不是必看的那些 但他過去是拍過很多水準很高的電影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來到拍《Blade Runner》 應該是很高的電影 應該是很高的電影 因為《Blade Runner》之前你看到Harrison Ford做的 很多觀眾有一個錯誤的期待 他以為是一個科幻版本的Indiana Jones 但其實那不是一出動作片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探案片 懸疑片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 甚至是 High Concept 的科幻版本 因為他問到一些關於人類 靈魂 機械人 那些問題 他處理過一些問題 所以跟這個導演好像挺合適的 令到我挺有興趣去看他怎樣 所以今天放假就順便去看了 就是 Ryan Gosling 他做一個警察的角色 但他不是人類 他是一個人造人 他負責的就是去追蹤一些舊式的人造人 因為那些已經是過時的型號 他就去把他們retire 殺死他們 他負責一樣的事情 他這齣戲他開始的時候就交代到 他其中一個mission就做了 然後在過程中被他不小心發現 就疑似好像曾經有某一些人造人 就生了個B出來 這件事在設計上是不可能的 本來出現了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他在警署裡面的頭 就覺得很震驚 叫他必須要徹查下去 所以這齣戲你可以說 那條主線是說他追查這件事件 然後在途中遇上一些幫他的人 遇上一些阻止他的人 遇上一些追殺他的人 有不同的角色分散有不同的支線 其實他的故事是很豐富的 我剛才只是說最主要的大廊 他裡面有twits and turns 我全部都不說了 其實他是豐富很多的 這齣戲首先就是他那個 tone 或者是畫面上的那種呈現 和他裡面探討那些科幻的話題 他跟第一集是很相似的 所以你看過第一集 因為有些人是因為第一集的緣故 所以很期待這個第二集 如果你看到他換了男主角 又不同了導演 又不同了導演 那會不會整齣戲是走樣子 不同了這樣 起碼是從我的角度 我不覺得走樣子 我覺得和第一集是非常相似 無論是畫面呈現的那種感覺 和他裡面探討很多的問題 都是 他沒有把這個系列 因為很多續集會有這個傾向 第一集成功了 然後第二集 落重藥加大他 就是多些爆炸 第一集開過10槍 第二集要他開過100槍 變成一個動作片 有些是會這樣 這個不是 他的 tone完全是 所以他不需要擔心 他不需要擔心 這件事 雖然他很像第一集 但有幾方面 我喜歡這部的 比第一集多 但這個是我自己 適合我口味 首先他的故事 我覺得是容易追蹤過第一集很多 因為第一集 他有很多新章 還有這些科幻片 帶你去一個你不熟悉的世界 重新了解他那個世界觀 第一集的時候 我經常有個感覺 是會 Harrison Ford追查 這件事的時候 然後他查一下 他查到第二處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查到那裡 他在之前查的事情 他獲得了什麼線索 令到他去追查 他後來查的事情 我不明白 但這集沒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 Ryan Gosling 他追查的事情 每一部 我都明白為什麼他 會追到那裡 和他之前的確是有很強烈的關係 所以故事上 就是 我覺得是明白很多 而且我欣賞他的 我覺得是有特別設計 就是他裏面的女主角 就是這個poster中間的美女 那個角色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因為 這個Blade Runner這個系列 第一集已經是三十幾年前 那他三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就問一些問題 例如人造人 或者機械人 和人類之間的區隔 他們有沒有靈魂 就是他探討這些事情 但是那些問題是三十幾年前問的 即是期間直到現在 世界都不同了 有很多電影都探討過這些問題 那些什麼東西 iRobot 未來戰士 Terminator 日本 又有機械人男友 那些什麼機械娘 就是以個機械人 就是以個人 去看 基本上 對於機械人 或者人造人 這個概念 其實已經 非常接受 可能是接受 那些 就相當多於 沒有禮貌的人類 如果問我的話 只要夠美麗的話 甚至乎娶他做老婆 都可以 根本上就是 所以如果再問一模一樣的話題 其實可能是會過時的 幸好這齣戲有女主角的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甚至不是人造人 她沒有實體 她不是機械人 她不是人造人 她是一個頭影 像播幻燈片 但播出來是立體 但其實她只是光和影 她裡面有這個角色 這就不一樣 她直接連實體都沒有 距離人類比起機械人 或者人造人 再遠一步 我覺得這是一個刻意的安排 導演其實正在挑戰觀眾 因為如果你看到很多機械人 人造人 可能已經沒有感覺了 她挑戰不了你去思考 她想你想的問題 所以她裡面有這個角色 是吧 你覺得她只是影 只有影 你覺得她有沒有靈魂呢 引發一些不同的問題 她有這樣的安排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是設合她電影的主題 她必須要問這些問題 她要靠這些角色去帶出這些問題 有到一些觀眾去思考 獲得她自己心裡面的答案 例如像我老婆 她說看到最後 她覺得出戲很傷心 其實她已經有了答案 她已經是 但是她看到最後的時候 她對於這些角色 她是有共鳴 她緊張她們的命運 所以我對她的評分有B 我覺得是值得買碟 是一出非常好的電影